能行吗 哥们儿 当然能行啊 这事包在我身上 你就放心好了 诶 陈总 是这样 咱公司不是有共同招标吗 我这个哥们儿就是干这个的 你看 能不能把这个活儿交给他干呀 这个项目还挺大的 他能设认吗 他肯定可以的 我哥们儿在这行动滑滚打 都十几年了 那这样吧 你先回去把你们公司的 详细资料发给我一份 合适的话就通知你 好的好的 谢谢陈总 这事儿如果在 就发去不离时了 你回去招职员手 准备大干一场吧 可以啊 坤勒 有一个老板当你朋友 就是不一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没事 没事 以后啊 凡事有需要我帮忙的 你绝对没有话 我先走了 诶 陈总 我前几天跟你说 那我哥们儿的工程事 怎么样了 我看到他们的资料 觉得不太合适 已经找其他公司做了 不是 人家怎么就不合适了 我都答应了 这事儿一定给人家办成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诶 不是 你这跟信任有什么关系啊 你那活给谁借不是一样啊 这么没弄 你让我哥们儿怎么看我啊 我还没说你呢 谁让你为敬我的故意 随便答应人家呢 人家还说羡慕我谈了个老板女朋友 关键时候 我这些人一点都指望不上你 你说什么呢 你的房子不如我给你找的 车不也是我给你的啊 行 房子 车子 所有存款我都给你 我就不信离开你 我是活不了了 立白了 不是 怎么回事啊 哥们儿 我怎么听钱总说生意给别人接了 哎 我要顺头这个事儿怎么跟你说呢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事儿 闹得要分手了 现在申目分文 你看给我找个住的这把鞋 不是 生意都黄了 你找我干什么呀 不是 虽然事儿没办成 但我已经全力帮你了呀 你不是答应我说找你帮忙 你都会帮我的吗 那还不是因为你女朋友是老总啊 你自己对我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动啊 别直接 什么人啊 什么人啊 你 等不到现在啊 那不然呢 给你打电话 你又不接 又找不到你 只能在这儿等着了呗 我就是傻 清醒 清醒 哎 你也没有必要在意那种人嘛 这个公司走的调查过了 规模不大 官司不小 你会小心点是啥 我还以为她是个可以交心的好人呢 对不起啊千岁 让你受委屈了 我有什么好委屈的呀 我虽然很不容易相信别人 但我对你是无条件的相信 别难过啦 现在和盾 还有我 都交给你了 有我在 什么都没有担心 我可以谢谢大家不要接 让你们不拍在这个照